美军的军舰会使过台湾海峡这件事情 我必须说这个并不是特殊的状态 因为在去年的7月11、12 伯克级的美军的舰艇就已经从南边往北走过了 那事实上它的思维大概跟南海所谓的自由航行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在南海是属于国际大家可以航行的 所以美国会有派遣它的舰艇 进到所谓的人造岛礁的12海里左右 去进行贯彻自由航行的权利 那我们的国土太平岛上的守军 我们当然有自己的守土 我们的范围内我们不会让人家进来 那在台湾海峡或者共军的军机军舰 在2013年以后开始陆续进行的远海长训 绕着从北边不管走宫古海峡 下来到巴士海峡 到他们的南方的基地 或者是反着走或者走台湾海峡 那美军在去年的7月份那一次 就是也是要证明这个事情 这里是自由通行的国际海域 所以对于对台湾有帮助的事情 我们都乐见 但我还是一句话 保护台湾的安全是靠我们自己 我们都乐观看